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热爱航海事业 具有冒险精神 义无反顾地前往大洋深处 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航海壮举 他们敢传敢干的精神 无不令我们感动 他们就是中国元代的航海家杨淑和汪大渊 英勇无畏的他们用自己的航海经历 输卸了中华民族勇于船海 破浪前行的壮阔史诗 那么杨淑与汪大渊是如何成为古代著名航海家的呢 在航海的过程中 他们又有过哪些传奇的经历呢 中国甲午战争部务院马俊杰研究员 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乘风破浪五千年 今天播出第十九集 杨帆亚飞的航海家 在今天啊 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 属于刚刚步入成年人的行列 在很多的父母的眼里啊 还是一个孩子 他们有的在求学 有的刚刚离开父母的怀抱 有的甚至还依偎在父母的身边 但是在元代 有两位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 却创造了文明后世的不俗业绩 成为举世公认的 中国古代的航海家 这两位年轻人啊 一位叫杨淑 一位叫汪大渊 杨淑第一次涉足大洋的时候啊 是十九岁 汪大渊第一次涉足大洋的时候啊 是二十岁 这两位年轻人 是如何成为古代的航海家的呢 杨淑 他出生在一个航海世家 他的祖父杨发 曾经被朝廷任命为管理海外贸易的官吏 他的父亲杨子 一个管理海上运输的管吏 最终呢 他担任了杭州路的总管 杨发和杨子这两代人的航海的业绩 是杨家 成为当时位数不多的 中国元代的航海家族 显赫一世 杨淑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航海的家族当中 他从小耳辱目染 产生了对航海的强烈兴趣 非常喜欢航海事业 同时呢 也积累了很多航海的知识和技术 特别是跟随着长辈 从今在海上历练过 所以元代的政府啊 从今两次派年轻的杨淑 出海远航去完成一些重要的海外贸易任务 是杨淑就成为了中国古代公认的航海家 杨淑的第一次远航 发生于元朝大德五年 也就是公元1301年 当时杨淑啊 19岁 关于这次航海啊 杨淑的目指名中有明确的记载 我们就来看一看 大德五年 军年辅十九 智用院必以关本船赴海 这里的智用院呢 是元代专门设置的 负责海外贸易的一个官方机构 关本船呢 是指由关府建造的 租赁给了一些商骨 还有船工 用于海外贸易的船只 也就是官商联合金融的贸易船 那么这段记载就说明 当时朝廷啊 来招募 率领着官本船 出海从事贸易的官员 那么十九岁的杨淑呢 就被选中了 关于这次远航的目的 那么显然是从事贸易 具体的贸易事项 在牧制名中啊 没有记载 一个十九岁的年轻人 怎么会被朝廷选中 从事这么重大的任务呢 出海远洋 从事贸易呢 他的原因啊 在牧制名中 没有明确的说明 我们可以根据他出生的家族 以及他的经历啊 做出这样的判断 我觉得啊 有三个原因 第一 杨淑 有显赫的航海家族背景 第二呢 杨淑的父亲啊 可能从中做了工作 第三 杨淑本人 自己具有相当的航海能力 所以朝廷在选中他 从事海外的远洋贸易 刚才我们说了 杨淑的第一次航海 他的目的啊 就是出海贸易 从海外国家从事贸易 出于经济的目的 可是在途中呢 杨淑船队的一次偶遇 却使得这次航行 又增加了政治色彩 那么这是一场 什么样的偶遇呢 杨淑的木志明啊 有这样的记载 说杨淑在航海途中 就遇到了一位特殊的人物 这位特殊的人物啊 就是伊利汗国的使臣 叫纳淮 那么纳淮是谁呢 他有特殊在哪里呢 关于这个问题啊 还要从头说起 有一个国家叫伊利汗国 到了伊利汗国第四代韩 阿鲁昏 叫阿鲁昏 阿鲁昏有一年呢 他的妻子去世了 他就派人啊 向忽必烈请求赐婚 忽必烈当然欣然同意了 就选择了当时的一个公主 叫阔阔珍 就要嫁给阿鲁昏 忽必烈呢 就派出在中国长期居住的 威尼斯人马克波罗 就率领船队 把阔阔珍公主呢 就送到了伊利汗国 可是当阔阔珍到达伊利汗国的时候啊 阿鲁昏已经去世了 后来河赞呢 继承了韩位 成为第七代韩 河赞继承韩位之后啊 一直感激 元代皇帝的恩典 所以啊 他就想派出一个使臣 携带着珍宝 到元代啊 进宪这些珍宝 那么他选择的使臣呢 就是纳淮 原本只是为了出海贸易的杨淑 可能怎么也不会想到 自己会偶遇代表伊利汗国 前往元朝进宪珍宝的使臣 纳淮 而杨淑作为元朝出海贸易的官员 如果能将纳淮安全带到中国 那自己无疑是做了一件 立国立民的好事 那么杨淑能否顺利将纳淮带到中国呢 纳淮又是如何评价这位 年轻的航海家的呢 纳淮就携带着珍宝前往中国 结果在西洋国恰好碰到了杨淑 纳淮一看 杨淑的船队啊 很大的一个商船队 所以就向杨淑提出要求 能不能搭载这个船队啊 一起回中国 杨淑当然同意了 于是杨淑就让纳淮上了船 杨淑的船队就在这纳淮 于大德八年 也就是公元1304年 回到了中国 这是杨淑的第一次远航 从这次远航来看呢 他到达这个地方并不远 就是到了印度半岛的西洋国 虽然不远 但是对有一位19岁的年轻人来说 这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了 杨淑的第二次远航 也就是发生在大德八年 纳淮到了中国以后啊 在中国停留的时间并不长 几个月的时间 进宪完了珍宝之后 就要求回国 但是在回国之前呢 他向元朝皇帝 就提出了一个请求 说我回国的时候 能不能还是让杨淑派船队 把我送回国去 纳淮为什么要让杨淑来护送他呢 其实啊 在来中国的途中啊 纳淮就看到了杨淑这位年轻人的航海能力 就对他产生了很深的信任 同时呢 两个人在航行中啊 关系处得不错 所以纳淮希望杨淑这一次啊 再把他送回伊丽汉国 延朝皇帝就同意了 而且呢 就任命杨淑为海运付千户 让他率领一个船队 把纳淮送回伊丽汉国 这次出海的目的啊 就非常明确了 他们的船队 穿过了马利亚海峡 就进入了印度洋 那么进入印度洋以后啊 这条航线不仅漫长 而且海况非常复杂 所以走了很长的时间 关于这次航海 在杨淑的目指名中 也有明确记载 以八年发经诗 十一年乃至 其东路处约 护鲁摩斯云 这段记载说明 这次航行 杨淑是与大德八年出发 于大德十一年 到达了目的地 这个地方呢 叫护鲁摩斯 护鲁摩斯啊 也就是现在的 霍尔木兹 它当时属于 伊丽汉国的管辖 那么这样看来 这条航行程 整整走了三年的时间 为什么走正常的时间呢 是因为进入印度洋以后啊 这条航程不仅漫长 而且海况复杂 它要依靠季风啊 走走停停 所以用了三年的时间 那么当去的时候啊 它要等待 东北季风的到来 顺着季风 要往南走 一直到非洲的海岸 马达加斯加这个地方 在马达加斯加呢 在等待北上的季风 就是西南季风 等季风来临之后 穿过莫桑比克海峡 沿着阿拉伯半岛的海岸 然后才能到达护鲁摩斯 所以才用了三年的时间 才到达这个地方 那么在伊丽汉国啊 杨树停留的时间并不长 上了岸之后啊 采购了一些当地的土特展 回来要送给皇帝 然后就率领着船队 回航了 回到了中国 那么我们看 杨树的第二次远航啊 他走得很远 到了波斯湾 那么这条航程 就超过了元代 以往航海家 所经历的航程 在杨树之前 还有一位航海家 叫伊黑迷斯 他所走的距离 也不过到了印度半岛 这就是关于杨树的航海情况 回国以后的杨树啊 受到了皇帝的嘉奖 本来杨树的航海事业 正处于如日中天的这个阶段 他应该创造更多的航海业绩 可是很不幸的是啊 杨树在航海途中染上了脏毒 就是中了脏气毒啊 回国以后脏毒就复发了 这一复发不要紧 病情特别严重 不得不回家休养了 这一休养啊 时间就很长了 达二十年之久啊 直到元太定四年 也就是公元一三二七年 杨树的身体啊 有了慢慢的好转 朝廷重新启用他 让他管理啊 沿海这个曹运事业 可是复职以后的杨树啊 他的身体没有彻底摆脱病患 身体依然不好 公元一三三一年的时候 杨树就去世了 中年四十九岁 这是关于杨树的故事 另外还有一位年轻的航海家 就是汪大渊 汪大渊出生于一三一年 他的早期经历啊 由于没有典籍的记载 我们不太清楚 只知道他从小啊 胸有大志 他希望像编写史记的司马迁那样 云游各地 到了青年时代呢 他就来到了泉州 当时的泉州啊 是通往万国的重要的贸易商港 所以这里啊 商骨云集 聚集了很多国内外的大船 当汪大游来到泉州的时候 被眼前的景象所吸引了 同时也对海外产生了深深的向往 所以在这里呢 他就两次东上海船 远洋航行 关于这两次航行的具体情况 典籍当中记载的不多 至今我们还有一些问题 没有搞清楚 比如说 汪大渊 他远航的直接动因是什么 汪大渊远航的时候 重座的大船 是什么样的大船 那么他上船以后 他的角色是什么 是主导航行呢 还是辅助航行呢 这些问题啊 我们至今还不太清楚 但是从他后来所写成的 岛移制略内容来看 他的出海的主要目的 就是为了航海 因为在这部书中啊 他详细地记载了航路 和沿途国家和地区的情况 所以他是一位 名副其实的航海家 那么这两次航行 汪大渊都去了哪里呢 1330年啊 汪大渊开始了第一次航行 这次航行啊 他是从泉州出发 经过海南岛 进入了我国的南海 然后穿过了马利亚加海峡 进入印度洋 直接到了孟加拉湾 然后沿着印度半岛海岸 又到了巴基斯坦海域 从巴基斯坦海域呢 就穿过霍尔木兹海峡 进入波斯湾 然后横渡波斯湾 到了波斯湾 深处的迪格里斯河里面去 后来他的船队 又从迪格里斯河出来 重新再横渡波斯湾 出波斯湾以后 沿着阿拉伯半岛南下 经过亚丁湾 又进入了红海 到了沙特阿拉伯的麦加 从麦加出来以后 出红海口 沿索马里海岸 到达了非洲的坦桑利亚 大雷斯萨拉姆这个地方 然后回航 返回的路程啊 跟去的时候啊 也差不了多少 后来回到了泉州 那么这一次航程 经历了五年的时间 在这五年中 王大元的主要工作 就是两项 第一项啊 就是认真地考察和记录 沿途的航路情况 第二项 就是把所到 各地的这个所见所闻 地理人文 还有贸易情况 详细地记录下来 据史料记载 汪大元作为元代民间航海家 曾两度远扬航行 他破浪前行的壮举 无不令人佩服 以汪大元为代表的 中国古代民间航海家们 用自己的不懈努力 加强了古代中国 与世界的联系和交流 然而 这些民间航海家们的 传海之举 难度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因为在古代社会 由于人类的地理知识 科技水平有限 所以航海是一种冒险行为 而与官方的航海行为相比 民间的航海行为 它的困难和风险更大 它的后勤保障能力 跟国家不能相比 它的航海技术 也与官方有很大的差别 甚至有的时候 他还需要正面对抗 海盗的袭击 那么民间航海家 汪大元 亲身经历过哪些险情呢 他又是如何一次一次 化险为夷的呢 1337年 他也是中国人呢 进入印度洋最便捷的通道之一 今天我们的船舶通过 马利亚海峡 并不费事 很容易 但是在元代的航海技术之下 特别是民间的航海家 要通过马利亚海峡 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相当于过一道难关 汪大元呢 就曾经经历过 他在马利亚海峡 西口的有个叫积水湾的地方 遇到的一次险情 他把这次险情呢 后来就记录在了 岛一制掠当中 我们看看 他是如何记载的 湾居八路雨之下 起流奔雾 拨之十月迟眼 坚已朝西南北 人莫能测 拨回旋雨其中 则一跃莫能处 这里所说的八路雨啊 是马利亚海峡西口的一个地方 积水湾就位于这个附近 这里啊水流湍急啊 这段记载就是说 当雨船进到积水湾的时候 由于这里水流湍移 这个船每次到这里 都要延误很多的时日 再加上人们 对这里的潮汐不熟悉 无法预测 有的时候呢 船进到积水湾中 一个月都出不来啊 像积水湾这样的地方啊 在马六甲海峡中 还有多处 有一艘开往中国的大船 曾经在马六甲海峡中 转了二十多天没有出来 这艘船呢 最后啊 最后啊 它的风帆也毁损了 桅杆也倒了 人也迷航了 最后呢 这艘船搁浅解体了 人员和货物啊 都掉到了海里 死难很多 其中啊 有三位幸存者 侥幸爬上一块礁石 但是啊 没有发现有过往的船只 这三个人呢 在礁石上 整整待了五天五夜的时间 靠石螺棒维持生命 正当他们很绝望 听天由命的时候啊 飘来了一块大木头 这三个人就下海 抱住这块大木头 顺风漂流 后来就漂流到了 苏门大腊岛 幸免遇难了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汪大渊两次出海 除了恶劣的海况之外啊 遭遇海盗袭击 也是航空中的一大危害 汪大渊 曾经经过一个叫龙崖门的地方 他就描述了这里 海盗的情况 汪大渊说 中国开往西洋的船舶 往西洋去的时候啊 你经过龙崖门 不必担心 这时候海盗不会袭击你 但是当这些中国的船舶 完成了贸易之后 返回中国的时候 再走到龙崖门 那么你就要做好准备了 要把剑鹏打起来 要把布木撑起来 然后还要准备气线 准备给海盗进行搏斗 关于这一点 汪大渊在后来的书中啊 有一段记载 贼舟二三百只 必然来迎 敌树日若侥幸睡风 或不欲知 否则人为所路 或为所有 则人死 几乎倾刻之间也 这句话是说 当回航的船只 走到龙崖门的时候 如果你幸运的话 可以避开海盗 如果你不幸运 遭遇到了海盗 那么人就会被杀 货物就会被抢 甚至你进行了几天的搏斗 你也摆脱不了 海盗的纠缠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汪大渊说 贼船啊 就是海盗船 有二三百只我 那么至于 为什么中国的船只 往西洋去的时候 海盗不会袭击 而回航的时候 海盗要袭击呢 汪大渊在岛一支掠当中啊 没有说明这一点 我来推测啊 可能是因为 回航的船只 都完成了贸易 船上的财富 更多的缘故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之下 汪大渊完成了两次远洋航行 创造了航海史上的一段传奇经历 远航回国以后啊 汪大渊有一种强烈的愿望 就是要把他 在沿途所见所闻 以及航路情况要记录下来 写成一本书 于是呢 他用了几年的时间 就写成了导一支 后来简编为导一支掠 很可惜的是啊 流传下来的只有导一支掠 而导一支呢 布置在何年何月 已经失传了 在导一支掠中 汪大渊详细述了 他所经历的这个航路的具体情况 以及他所到过的 或者听说过的地理 人文和贸易情况 为后人留下了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 元代还有一批航海家 比如说 有一位威吾尔族的著名航海家 叫一黑迷失 作为元代杰出的航海家 一黑迷失的一生 极具传奇色彩 他与海洋为伴二十余年 把自己人生最美好的时光 都奉献给了元代的外交事业 然而 在华夏儿女 砥砺前行的道路上 像一黑迷失这样 热爱祖国海洋事业的 有为青年还有很多 他们以中华民族精神为比 以世界海洋为止 共同书写了一段 中华民族向海而行的 伟大史诗 那么一黑迷失 有哪些不为人知的航海经历呢 一黑迷失 他的先辈 从今在元朝的建立过程中 履历战功 因此 朝廷允许他家的子孙呢 世代世袭要职 一黑迷失也正因为如此 受到了忽必烈的重视 至元二年 也就是1265年 忽必烈呢 就安排一黑迷失 担任了宫廷的供廷的侍卫 这就说明啊 一黑迷失已经成了忽必烈的亲信了 从此以后 忽必烈有一些重大的事情 都交给一黑迷失去做 忽必烈感到啊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还应该进一步加强 所以他就派一黑迷失 出访 印度半岛的一个国家 叫巴罗伯国 这个巴罗伯国啊 位于印度半岛的西南海岸 要到这个国家出使啊 要横跨大半个印度洋啊 所以这条航程是非常遥远 艰难的 第一次出使巴罗伯国 一黑迷失啊 是首次远航 这次远航 就非常不顺利了 因为没有经验啊 所以在路途上 遇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 比如说遭受到了风暴 可是呢 一黑迷失依靠自己的战风斗浪 转为为安 顺利到达了巴罗伯国 忽必烈对这次一黑迷失的出使啊 非常高兴 就是赏赐了他 几年以后呢 忽必烈又一次派一黑迷失 出使巴罗伯国 那么这次出使呢 就比上一次顺利的多了 因为有了前次的航海经验 一路上比较顺利 到了巴罗伯国之后 国王呢 更加重视与中国的关系了 这就在外交上开了一个好投 杨淑和汪大渊之所以能够远航深海 离不开元代造船技术 与航海技术的快速发展 正是因为元代高度重视造船技术 与航海技术 所以一批像杨淑 汪大渊 一黑迷失这样的航海家 能够脱颖而出 他们把中国人的海外航路 拓展到了亚非 加强了中国和亚非国家的联系和交流 那么中国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 到了元代得到了怎样的发展呢 此后的航海活动 又受到了怎样的影响呢 请继续收看杨帆亚非的航海家 那么元代的这些航海家们 他们的航海实践 实际上代表了两种性质的航海活动 一种性质的航海活动呢 是官方的航海 另一种性质是民间的航海 这两种航海实践相比较的话 民间航海更加艰难 更加难能可贵 那么是什么原因 促使这批航海家 义无反顾地前往大洋深处 去完成一次又一次的冒险之旅呢 我想啊 除了这批航海家自身的素质 比如他们热爱航海事业 具有冒险精神 还具备了一定的航海技能的 这些因素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客观条件 这就是元代啊 造船和航海事业的发展 到了元代 造船事业又有了新的发展 发展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再通过一个外国人的技术 来看一看 阿拉伯一位大旅行家 叫以本白涂泰 他呢在元代的时候啊 曾经达成了中国的海船 到中国来了 他对中国的船舶啊 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后来呢 他写了一本 以本白涂泰游记 在游记中 他就详细地描述了 中国海船的船型 以及它的建造技术 白涂泰是这样说的 他说中国的海船 封为大中小三种型号 大型的海船啊 上面配备的人员是一千人 这一千人 其中有六百人 是海员 包括那些操纵大船航行的 一切的人员 还有四百人呢 是士兵 包括了弓箭手 包括了手持盾牌的护用 还有发射火冲的这些士兵 火冲是当时的一种火器啊 管撞火器 白涂泰还说 这种大船呢 分为四层 有各种各样的舱室 从白涂泰的描述来看 他所说的这种大船呢 兼有经商和作战两种功能 那么它的大小有多大呢 在中国古代啊 有九维十二番之说 就是说 当船上挂十二张番的时候 最少应该树立九根桂杆 而根据明代天宫开悟当中 对于中国古代造船规制的记载啊 我们可以知道 每造十丈长的船 要树两根桂杆 这样大家可以算一算 九根桂杆的船 它的长度 要在四十丈以上 也就是要超过一百米了 那么一百米的大船 是什么概念 这就是白涂泰描述的中国大船的情况 白涂泰还介绍了 中国船部的造船方法和技术工艺 他说在造船的时候啊 用很厚的木头 建成两堵木墙 然后把木墙竖起来 再用树根大型的方木 把两堵木墙连接起来 在这些方木中 其中有一根是船的龙骨 同时呢 还要横向打上横梁 那么这样 一个船的基本框架就出来了 在这个基础之上 再在船底和两旋贴上船板 同时还要建造水米割舱 那么这样呢 整个船基本上就制作完成了 当然为了防止漏水 还要采用碾缝技术 那么船板之间的连接 有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啊 是毛损连接 另一种方式 就是利用铁钉 大家想一想 建造这么大的船只 用多大的铁钉合适呢 白兔泰在书中啊 对于铁钉 大小有这样的描述 他说中国大船使用的铁钉啊 它的长度有三万尺长 什么叫万尺呢 万尺啊 它是古代埃及 罗马和希腊 所用的一个长度单位 一万尺啊 相当于从人的胳膊肘 到中指尖的长度 当然这个尺寸呢 它很不固定 后来呢 古代的埃及 希腊和罗马 对一万尺的长度 进行了固定 按照希腊 所固定的一万尺的长度 来计算的话 白兔泰所描述的 这根铁钉子 它的长度在多长呢 是1.37米 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是多长的 也多么巨大的一个铁钉啊 这是在造船方面 在航海技术方面呢 元代的航海技术 比宋代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天文航海方面 利用星辰进行导航的手法 更加娴熟 在地文导航技术方面呢 出现了比宋代 更加详实的 用语言来表述的 航路指南 《海盗经》 就记载了元代人 出长江口 往北方运送粮食啊 所经历的两条海盗的 航路指南 我们看看 在《海盗经》当中 是怎么记载的 沙门岛东南有浅 可哀身行驶 南门可入 中边有门 有岸礁二块 日间可行 西北有门 可入庙前抛驳 沙门岛啊 是指现在山东半岛的 庙道群岛中的庙道 古代称沙门岛 我们看 海盗经中的记载 就像一幅用文字描述的 航海图一样 非常详实 非常直观 非常实用 后来所出现的航海图 就是在这样的航路指南的基础之上 绘制而成的 通过以上的讲解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在元代 由于政府高度重视 造船和航海 从而推动了中华海洋文明的发展 我们知道 明代是公认的 中国古代的造船和航海的顶峰时期 但是这一顶峰时期的到来 是明朝之前历朝历代 造船和航海成果不断积累的结果 也是一批航海家不断地涉足大洋 进行航海实践的结果 我个人认为 元代是中华海洋文明 非常发达的一个时代 它为明代造船和航海高峰的到来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谢谢大家